歡迎各位收看大明大方 眾所周知,現在回歸20年了 這個節目會請不同的嘉賓上來 談一談他們20周年 先看到什麼和有什麼期望 我今天請了一位前高官 關事誰都認識的 就是孫明洋 Marco,歡迎你來大明大方 先和你談一談 不是因為你46年 沒有一個生涯的資格 香港的政制到現在為止 仍然出現很多不同的問題 尤其問責制實行了15年 問責制亦有很多的洞瓦 很多局長大家都不認識 不是一個團隊 說說希望團隊 精神是什麼 到底在政制上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想他當初在《基本法》之下 要有很多考慮 我想因為有不同的人 代表不同的利益 不同的看法 所以最終看起來 都好像一個妥協的結果 所以我個人看起來 就好像三一象 什麼都不是 你看一下 他標榜行政主導 行政主導 我想他跟英國人談判的時候 英國人說 你看我們多好 議員各個都是支持政府 多數黨執政 所以在這裏 不止多數黨執政 那時是殖民地政府執政 所有的議員 你們記得 全部都是政府委任的 區議員也是政府委任 市政局議員 一些是一些不是 所以你有委任的議員 你自然聽話 但是回歸以後 下午幾乎委任就沒有了 但是都是選 有些直選 有些間選 你由選舉產生的時候 一絕大部份 他們的政治取向 往往就是 看看他們的選民 所要求是什麼 因為他們要當選的時候 他們要向選民負責 尤其是 他們心目中想著 下一次選舉的時候 都要選民選回他們 希望對演 沒錯 如果他們的事 做一些表現不敷民望 很難做 所以如果你說 他要做保皇黨 如果普通保皇黨 都可以做 外國政府是輪替的 一個政黨上去 如果他做得不好 就被人取代 所以每個政黨 都有機會上去當政 所以每個人 如果當他不是做政府的時候 他做反對黨 不會去到那麼準 他自己會想著有一天 他會做執政黨 Michael 你在政府中間很長 所謂見到一件事 我都看你的說法 有些非如所思的 就是功能團體 到現在還是功能團體 那些專業和工商界的利益 這個好像比愚工而生更難 你想取消功能團體 又不行 我們的政策 這樣下去 就變成 經常調調肥 經常都要想 如何去立法會拿到票 那個施貞 越來越難做 是啊 工人團體 是時候應該研究一下 是時候放下 我自己說了很久 我很反對工人團體 事關於免費政治政策 事關於你這些 你差不多在那個界別出來 你在那個界別這麼長一聲望 就不用理會其他人 是嗎 以前功能組別所產生的議員 有些當然是很卓越 但是另外的方面 看起來都有很多代表人物 所以市民對於這件事 大家心中有數 所以《基本法》那裡寫明 是由選舉產生的 所謂選舉是直接選舉 所以這個不可以一直拖下去 當然我們明白 有些人害怕政府在那裡不夠飄 因為很多施政策有困難 但是我自己總覺得 如果你局勉 下面都是直選 你就會有另一種方法 去跟市民溝通 爭取支持 所以這個不是為一成不變 這件事你剛才所看 就是這麼多事情關於政改 我相信北京的中央政府一定知道 沒理由肯定了這麼多年 過了20年 就是現在這樣的情況 還有事實上社會的分化很嚴重 稍後跟你談到這裡 但是為什麼沒有人是北京 想想香港竟然是一國兩制 怎麼想呢 為什麼不想想 我們政政真的有問題要改革呢 不改革 經常只是自己壓自己行政主導 那怎麼行呢 是的 我想你說得很對 我自己跟中央沒有接觸 我很想說 不過我沒有什麼機會說 但是我都有時 在香港透過中聯辦 有時看到那些部長 吃飯的時候 談兩句也有 但是不夠深入 或者我說了一些事情 他們聽下去 或者覺得不夠力 但是我相信 好像你說 不僅僅我們也這麼想 我想很多人也有這樣的想法 我也希望 譬如今天這個節目 或者以後有機會 我們這樣說多些 北京會聽到 你也有信心 好像遲早要改革 一定要改革 你基本法是這樣寫的 如果你是說 你直至適當時機 你現在就等適當時機 跟你說 最近的趨勢 大家都知道 我們社會的矛盾 越來越大 越來越深化 各階層 各行業 都大家對立的情況 是前所未見的 也有人想提出 可否大和解 大和解容易說 難做 有什麼方法可以大和解 大家坐來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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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是中擺論 當中擺到差不多的時候 要回頭 就算是你剛才所提到的 我覺得已經走到一個極端的位置 我自己感覺到 香港社會之間 是有一股力量 是有很多聲音要求 就是不要太過分 要回到中間的位置更多 所以我自己個人看到 譬如你現在立法會 看到一些議員 他拉布那些都不會太過分 他雖然說很反對主席 展報 但是他也就範 為什麼呢 他就是因為他知道社會需要一股力量 不可以抗拒 所以我希望我這樣看法是比較正確一些 如果是這樣之故 大家都有這樣的心 現在又藉著這個機會 有一個新的特首選了出來 他的口號都是大和街 我希望由他帶領之下 由他實質上可以做一些事情出來 表現出來政府的誠意 而我們在下面的人 就著他的方向 大家鼓吹這方面多些事情 大家如果可以幫一下 就大家幫一下 大家走一步就走多些 事關於這些事情 就要所有人協力而行才行 一個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要大家一起做 如果大家能夠一起做 大家一人走一步 而且我想最重要 大家不要用極端的思想 一定有和解的心 有和解的心 就是你肯妥協一些東西 無量無量 是的 你不可以讓東西都不妥協 你不妥協 你不妥協一場 兩敗俱傷 但如果你一人走一步 一人推一步 海闊天空 有什麼都做不到 你比較對香港人 對香港政界比較樂觀 我很樂觀 大家認識那些人 我知道 如果負面的消息太多 事實對香港來說都很傷 現在我們看到的 當然 是 Marco 你剛剛提及有拉布、留會的情況 眾所周知大家都看到 沒錯 你在政府的時候 我是限制立法兩局 都20年以上 未聽過、未見過這些場合 你說拉布的 越拉越鬆 慢慢想回自己的選民 所有什麼訴求 是 為什麼這麼快 就是這幾年 才見到越來越嚴重 這個問題 比斯文的印象 就是你們這些立法會議員 只會拉布 對 為什麼有些反對派要用這個手法 是 我想 這個 一脈雙城 他們說公民抗命 那些 為什麼 他覺得 你的政府 麻木不仁 普通跟你說 你又不肯說 所以 要用一些極端的手段 所以 就是 用 譬如 我們看到 劍中 這些都是他很極端的手段 所以 在議會 他覺得 你提出的東西 是沒有對的 不虎民望 市民要的東西 你又不給 市民要的東西 你騙下去給市民 所以 在這裏 一拍兩散 即是心態 一拍兩散 對 等你做不到事情 這就是代表他們自己對政局的看法 和解決政府的極端位置 但是 這不是市民所希望見到的 所以 經過佔中 經過所有這些 一連串的 在議會的搗亂行為 現在 我剛才所說 我覺得他們收斂 為何 市民已經 厭倦了這些行為 好像你剛才所說 你選你出來做事 不是選你出來阻礙地球轉 例如 有利民增的東西 撥款的問題 你撥款的東西 又不肯撥款 所以 他們都察覺到市民是反感 你的鐘擺論難度 他自己看到 回頭 現在 希望你很對 希望 林鄭選中了我們下一個特首 她也回應問題 找班底有些困難 現在還未宣佈 做了一個多月 很快 無論如何 他都要面對這個情況 沒錯 你對他將來的施政 至少 雖然政制有問題 有甚麼期望 因為你們的高官 先年高官很多 以及知道他做事的風格 方式 你到底有甚麼期望 我想他自己都說了 他希望以和外跪 化解社會現在的淚氣 撕裂的情況 修補他 這些完全是正確的 當然 這個是他自己的主觀願望 我希望他的主觀願望得以落實 但是要小心 有些人不容易 說你想這樣 製造有利的環境 讓你做下去 有些人會用盡心思 來阻撓你 那些我想要看看 怎樣 找多些人幫忙 和各方面的持分者 我想解釋多些 在這方面 其實我自己有個想法 赤 赤 我都未跟別人說 不過你今天 說出來是療起我的慶頭 好 其實 林鄭可以考慮一下 設立副政務司長 這個就是有這麼多的權威 高過局長 這個副政務司長做什麼呢 就是外國那些 有些是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就是不掌任何局 他主要就是做PR 和做政府的PR 現在大家都知道 互聯網的世界 是 是 現在在網絡面中 蘇斯很快 這樣 林鄭自己知道 他選舉的時候 他自己開頭 都不在這方面 都不下什麼功夫 後來他都要下很多功夫 我覺得政府也是 所以你要找人專人負責 這個專人 因為他有差不多的資歷 他所有政府的部門開會 或者很多局開會 他都坐在那裡聽 所以如果要協調一些事情 即經過一個特別的人 就是他 去做這些協調的工作 還有如果有重大的事情要宣佈 局長一個局長搞不定的事情 幾個局長那些由他牽頭 這樣這個就或者… 即政治壓力會少很多 又不是少很多 就等政府如果面對這些壓力的時候 減壓和應付這些問題 就比較方便一些 你說這個位置 是公務員做好 還是政治人物 即政客做呢 政治人物 當然是政治人物 你是副政務司司長 是政治任命的 我們所見到現在 現在28位非建制派的議員 聯手 做一個動議 是彈劾特首 就是彈劾CY CY也有反擊 他們中間 有些人根本是敵視我 連著幾天在他的網誌上 在那裡話鬧 好像很不正常 我們以前所見到 不要再說了 特首都不會說自己 差不多每天都要面對這些問題 想辦法和解 更加令到大家矛盾加深 這些事情怎麼搞 這是人的問題之外 雖然制度有問題 人有問題之外 就是令到大家看到 你這樣的對立方式 怎樣和解 怎樣能夠談前面 前途那些事情 我想這件事就來畫上一個句號 快 到7月1日 就是南井上場 已經有一個句號 所以我想 梁特首錦導演 就是他自己的理由 他自己講得很清楚 我們認不認同另外一件事 但是我希望這件事就很快畫上一個句號 我們可以將這件事拋諸老後 其實引起這件事的話 大家都知道有個專責委員會 在調查UGL 他說大多數的問題都回答了 為何你還要這樣做 其實香港市民未必知道得那麼清楚 事實上要做一個交代 有些問題是很簡單的問題 大家互相不回答 你說就快樂 即是7月1日 7月1日之後 你覺得這些壓力會減低嗎 還有他有一份事 是做國家領導人 是政協副主席 到底他想香港 為事實上自己 我想這個 不到我們作主 他做國家領導人 我想他和國家方面 大家有一個了解 大家有一個默契 在這方面 我想他應該對國家領導人都交代清楚 而國家領導人也考慮過 都接納他的理由 因為我們大家都不是局內人 不知道有些什麼發生過 所以我就只有希望 以常理推測 在這裏 到7月1日之後 這些慢慢會剩下來 我想市民對這件事 不是很感興趣的 對於這些事 不過現在就 好像大家在剝花生 在看大戲 但是到他落幕的時候 就不理他裏面怎樣 我想就會落幕 其實剛剛全世界都有一個趨向 大家都看到 連美國如是 英國如是 很多國家都如是 就說自己是最重要 先照顧自己 國家要先照顧自己 國家的利益屬於你們 現在越來越擴張 譬如脫歐 英國脫歐 最近選出來的那位法國總統 現在好像自決派的意思 比較有市場 優先 譬如本土優先 說到絕對沒有市場 很少人 但是香港是有一幫人 希望真正是自決的意思 讓我們自己選自己的人出來 其實年輕人的想法 都沒有什麼不妥的 不是 我想外面也有很大的不同 你說本土派外面的本土派 就是外面的人 不要搶我的飯碗 譬如移民進來 就分薄了他們的福利 而且移民的數目不少 要他接收的人很多 要找地方給他住 要找學校給他教育 就是一連串的問題 所以在那邊引起很大的迴響 而且引起治安的問題 不只是一兩樣片面的問題 是全面影響民生的問題 所以引起這麼大的迴響 我想香港這裏不至於這樣的情況 香港這裏是 事關有些人對於國家的誤解 或者他們認為有些理想 好,孫公,我還本來有教育 想跟你談 但是今天沒有時間 明天再談 多謝你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